代先生肯定经常被别人问过 你老婆呢 你没有老婆 你怎么会有孩子呢 没准很多人还因为这样的一些事情 质疑过代先生 觉得他一大老爷们儿带一孩子 莫名其妙会有一点 甚至有人会觉得他为什么不结婚等等等等 但是面对这些质疑和实际生活当初的困难 他都跨过来了 现在这有跨不过去的坎儿 这些坎道我都可以改变 所以这个社会的贴是一个针子 我真的不敢小叫 也改变不了 无论如何 今天既然来到了告白的舞台 我们就把这个权力给彬彬 问题怎么解决 不是你应该考虑的 是我们这些大人们和全社会应该考虑的 你待会你有什么话想跟爸爸说 无论爸爸做任何的决定 你想跟他说什么就跟他说什么 那么接下来我就把这个舞台交给你和爸爸 就你们两个人 你想对爸爸说什么赶快说 好不好 接下来是彬彬彬的高感时间 妈妈这是我画的画 我希望有个娃子的家 这样的变化 你别看一下 我如果她说自己有个娃子 of dynamic 我一直都识 我自己很离开 我不爱你 就乱ную淘汰 爸爸,不要离开我 我希望永远在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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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出生就被自己的亲生父母给抛弃了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有爱心 善良的灵人收养了他 可是如今十年了 我知道可能对您来说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困难不是说逃避 咱们可以一起面对跨越过去 请问大家能不能帮一下麻婆撇一下冰冰啊 我不会去 我跟你在一起 我现在可以请问洗衣服了 洗衣服你 已经洗了衣服了 你那么早早 等事呢 等事呢 爸爸帮你送送 等事呢 你在人家家里好好地听话 好好地读书 就去啊 去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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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去 不去 谁也骗不了 那如果有一种方式 可以让你和冰冰依然在戏 但又可以暂时解决你的这个问题 你还会冷淡冰冰吗 老师考虑一下 来冰冰 我们有一件事跟你爸爸说 你先跟这个编导阿姨啊 先到后面去休息一下 来 老代 嗯 我说句现实点的话 就刚才你们俩抱在一起 说的那些个话 经过电视剧播出之后 我敢保证 全国没有一家父母会收养冰冰 不忍心呢 你说冰冰跟谁会快乐呢 他只能跟你在一起才会快乐 他收养你就等于是硬生生地拆散你 你说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对 你说你谁会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硬生生地要把一个收养了十年 安心如虎 为了孩子 连婚都没有结的一个男人 把他跟自己唯一的亲人拆开呢 没有谁会这样做 那这个是我自己很愿意的呢 你自己很愿意 没有一个人敢接受 因为他们知道收养过来 冰冰在自己家里不会快乐 而且他已经十岁了 他已经懂得很多的情感 他做很多成年人都不能做的家务事 我确实要选择理他 确实要哄 冰冰做的这些所有的家务事 我不是说他做这些事的难度 而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 他会去做这些家务事的原因是什么 不是说要讨家长的表扬 只是想一心一意的照顾你 他不是被迫做这些事情 他是主动的 他的心智 已经不是一个十岁孩子的心智 他的心思很重 如果你要是把他跟你的这间拍赛 到任何一个家庭当中去 他不会坏的 我实话告诉你吧 你所希望收养他的那家人 一家现在已经来到了节目现场 在我们的第二个现场 我刚刚之所以把这个冰冰支开 就是希望不当着他的面 来谈这么残忍的事 我现在就在问问你老大 就是这一条路了 前期条件就是你跟冰冰不分开的情况之下 别的什么都好谈 你能不能答应 因为不是 不是我又分开 你会是